对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是要打来吃的 对啊 放映了 要听一道 接到定桌电话 只能不好意思的说 不好意思啦 有一些旧的老顾客都打电话要来订 但没办法 就已经停业了 在基隆庙口上圈 经营超过30年的这家餐厅 是当地第一家日本料理 网路上小有名气 老板从笑蓝郎坚持到现在 如今吹息灯号 时光的印记也都留在店内 这些生财气质之中 能用的东西丢掉也可惜 所以说有需要的人 你就自己来自行 舍不得啦 对啦 可是时间这个也是到了啦 然后似乎脚也痛啊 然后也是退休的 差不多的年纪人 流露着不舍的神情 边说边把店内最致代表性的 生鱼片版拿出来 十几年前我在北海道 王走建议买的 左流社和亲朋好友 纷纷前来抢班店的右品 这人装饰的木雕艺术品 和日本买回来的可爱摆设 全都想留下来做纪念 老店收摊 气聚大放松 老顾客听闻口中尽事不舍 手推车一台台 推走桌椅 气聚总想抓住一些怀旧物品 也留住往日满满的记忆 明国七十年末期 一张张旧照片 看得出当年人身顶沸 门庭若市的风发模样 像这种原汁原味的 和风包厂 还有日式装潢 随着老店一家家歇业 逐渐走入历史 也成为五六年级生 记忆的一部分 记者朱丁荣草娇人 基隆才能播到